如果用瓦楞紙做的房子会是怎样呢 中外建筑师跟艺术家就利用着瓦楞紙 做出了一间间特殊的房子 利用电脑精算的结构 让光影产生了变化 最小的纸房子只有14寸 跟一个蛋糕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纸做的房子 觉得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脆弱没变化 小 这个灵感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树屋 拨树 空心的树 树干 最简单的纸纤维 用水手壳的瓦楞紙 空心的树屋还做了一个树洞 无度 间隔都是用电脑精算过的 是不是很想像爱丽丝一样 追着兔子钻进去呢 另外这个更妙 艺术家把瓦楞紙做成螺旋形状 感觉可以无限延伸 在光线下还有漂亮的影子呢 同样也有空间的概念 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随时调整身高量身 下面那个就是脚印对于他在那里头 他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这样子的空间 还有用抽屉形状的纸箱跟纸筒做成的纸房子 可以随意拼凑还可以换角度 你爱做多高就做多高 上头还可以愿意涂鸦 贴上你想要的涂样 而这个同样可以向上发展到无限大 但它的作用居然是防免疗伤 那我们看到这个外头刺刺刺的这个表面 大家我们一开始会开玩笑说 这个作品其实应该叫做利米尔隆 这个层层的这个结构里头 那金属细也可以把光影的变化 可以计算在里头 所以它在每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细部 会呈现不一样的 有阴影对 造型特殊加上光影变化 让躲在里边的人可以看到外头 又保有私人空间 而这一面像花朵一样的墙 别以为它不能住人 侧面让小朋友钻进去 绰绰有余 不只有大的 这些只有14寸的小纸房子 也让人惊奇 搭配声音 纸还能做成音乐机器 这把钥匙就是启动这个秘密机关 给什么放进去 那会怎么样 会 很神奇吧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 所以它就是用 这个是一个磁铁 所以它当跟你头的这个磁铁 结合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音乐 而且会转动 这真的很神奇 再看看这个 猜猜它是什么东西 没想到吧 居然是小朋友穿的衣服 而且居然是用卫生纸做的 Lady Gaga肯定有兴趣 看看这些各式各样 用纸做成的艺术品 有没有更加颠覆 你的创意 对 店里面 有没有更加颠覆 那 tabii 有没有更加颠覆 那个人 就会乱